重要部分跟各位 第一个就是批示筛选区 这个批示筛选区底下有12区 自动帮我按照这个清单 自动帮我全部查规论 那前面是 其实单次查询是应用input box 不过这个时候如果你批示查询的话 你的来源是从哪里 从A栏里面的第二到第三 那其实你第一个当然需要什么 把那个input box这部分 特别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回圈跑什么 跑清单的这个范围 也是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第二列 这边A栏一直抓 抓一个之后怎么样 先也许丢到x 本来input box 现在是用回圈去抓 抓之后丢个x 那x抓到之后后面都一样 反正先新增一个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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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 可以用什么 用之前的那个来改就可以了 所以之前的话 我们就是单次的查询 去做一个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这地方前面 这12个区 好 那首先第一个 一样先建一个sub 这个sub的话 P是查询 那底下 底线一个区 针对呢 那个 就是我们每一区的去做查询 那接下来先做call 批次删除 反正 无论做什么样的批次查询之前 先把旧的先删掉 好 我这边的逻辑是这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邮标一样先放在第一个 这一件事一定要先做 因为如果不做的话 可能会 之前好像有同学直接在清单吧 忘了切 所以一查就没办法查 OK 特别之后 所以这一行可能就加一个保险吧 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去抓什么 抓那个 所以特别之后 要去抓什么呢 抓清单里面的某个范围的话 那因为我现在的 这个邮标是放在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去抓这边清单里面的资料的话 你必须在前面 加上一个清单 续齿清单的名称 那我 因为我要跑个回圈 去抓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基本上就写一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续齿工作表 特别之后 从 A 2 这个后面都跟前面写的一样 在最下面一列 还是常常在写 所以一定要把它记下 基本上我建议是常打 因为打熟了之后 你又不用背了 而且你用楼 写熟了 而且后面东西 我前面都一直强调 这个都不是用打的 为什么 自己会跳出来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加上 shits 你好像这个地方 它这个点就出不来 如果shits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最后 再把那个shits加上去 基本上你打一个1 它会自动 打一个1 有没有 点1 它自动这些都会跳出来 所以按个空白一键 back一下 这些都会自动跳的 所以你点一个roll 最后再把那个shits名称 把它打上去 或者你可以从这边 上面有的话 你可以像我的习惯 懒人写法 拖拉过来 按个ctrl键 这样 这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个同学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自己再慢慢在打 只是效率比较差而已 所以你如果程式要写得快的话 一定要有一些招 不然的话你程式写得太慢 效率也真的很差 但是其实我是建议 你们刚开始还不到那个活 先不要求快 因为你求快的话 一定会错误百出 宁可慢一点没关系 好像我已经写了N年了 我还是没有把握 有时候执行 我还是在跟各位讲 我设个中转点 为什么 因为很难免 而且尤其像我一边上 我一边讲 一边讲 一边做 一边还要顾虑到很多 对不对 那其实怎么可能会不发生错误 更不要说你们了 OK 所以宁可写完之后 记得加中断点 配合F8 OK 这个书里面也不会跟你讲这个 我看好像那一本书会跟你讲中断点这个东西吧 好像翻一翻 好像几乎都没有 直接跟你讲程式写完了 好了 跑了 跑不出来你家的事 对错 而且我还发现很多书里面的程式都有bug 我还常常在帮人家debug OK 那这没办法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书里面 它可能比较急就张的 出版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这里下对一样 关键怎么样 把清单里面的第几个东西先抓给X 这个X前面有讲过 本然后面是接input bugs 但是现在的话是直接去抓清单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把它抓过来 就是先抓文山区 抓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丢个X 然后呢 后面东西都一样 所以其实呢 后面呢 我们基本上 就 就差不多跑一样 不过我看一下区 区的话呢 基本上是 这个应该是 我记得应该改I才对 因为我们是I的最下面列 Auto Filter 然后呢 Field是指的是要查哪一栏 那因为我要查的是 根据什么呢 根据区的 有没有 所以刚刚本来是 3 Field 3指的是查第三栏 那因为现在我要查的是区 所以要把Field改成1 然后Quarteria 这个地方就可以不需要用那个 所谓的关键字的查法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它其实就固定 里面这三个字 所以用等号就可以 那这个豆号这个 这个operator好像可以删掉 没关系 不过因为有时候之前录的有 就好 那我们复制 先把油标放在A1 Ctrl 需不向右向下 复制是把查完之后的那个结果 复制 然后一样 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文山区 然后把它贴过去 贴过去之后呢 自动栏宽调整 然后再换下一个 NASER之后的话呢 其实就是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找什么呢 找清单里面的中正区 然后一样就新增 所以文山 中正 一次就全部OK了 那当然如果说你对批次新增 比较没有概念 我建议 你可以自己先在这边做个练习 什么练习呢 就是在这边呢 你可以先写一个批次新增的 当然有一个批次删除 其实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批次新增 批次新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吧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做 你只是需要做什么 就是新增总共会有12个 那个空白的 就是里面还没贴上 就是这边的话你可以 一样把这边打一个SHIT 然后抓这个 这个都不用 这边一个NASER OK 批次新增的话 就是先这个 然后抓到 抓到之后呢 其实我后面不要查 我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在查 我其实只要新增工作表就好了 这边 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它叫做我查到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呢 文山一直到大安全部查完了 最好最后面还可以再加一行 跳到这边来 刚刚的词是 在这里 OK 这应该看得懂吗 先游标放在这边 最后其实建议怎么样 可以再把这一行 再补一行 就是批次新增里面 实际上里面是空的 里面没有东西 也就是说你在做批次查询之前 最好先练习一下 所谓的批次新增 所谓的批次新增 就是说 我先查 但是我里面 先新增 但是里面先不要查 最后又回来了 可以再配合批次删除 全部删光光了 底下这边没有的 批次新增的话就是 这边测中断点 第一个先切过来 然后取的什么 取的X 从清单里面取什么 取文山区 新增一个 重新命名 换下一个 再来取什么呢 就是文中正 这样子的话呢 全部都帮我全部查完了 再配合什么 批次删除 全部删光光 OK 再来就是把这个批次新增 跟批次查询 把它合并在一起 结果就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 先写一个批次新增 OK 然后把这一段一样 把它搬到 我们的云端上面 这一边 这一条 批次删除 批次新增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批次新增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是